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可以了 把你们这最弱的给我叫出来 王恒老师 终于啊 来了 怎么了 阿飞 这球太难打了 您教教我吧 行 没问题 我来教你吧 阿飞 您觉得我打球问题出在哪儿啊 问题啊 首先你的动作就不太好 一定要先把动作基础打好了 好 才能够去打球 好 要不然打不好的 老师 可是我不想从头开始学 我就想先知道母球贴裤了怎么办 然后架杆怎么才能打好 怎么加赛打球呀 怎么下滴根 这种我都不会 但是我不想从头开始学 那不行 你必须先把动作学好 那您打球有没有什么秘籍啊 我想一步成为高手 没有 就得脚踏实际的练 我先教你啊 这个标准动作啊 一共分四个步骤 好 一个是手架 一个是握杆 一个是站位 最后一个是俯身 你要把每一个环节都做标准了 像这样先把手架 手指放台面上 五指打开 然后大拇指和食指慢慢并拢 掌心慢慢拱高 大拇指和食指靠住 对 手架的话 这个手掌一定要贴出台面 不要悬空 就是基本的手架动作 手架握好之后 把球杆放在大拇指和食指并拢的位置 我们要通过这个掌心的高低啊 来控制白球的打点 就是掌心拱得越高 白球打点越高 掌心放平呢 就是打低杆那个点 对 一般只要我们打中杆 就是略微拱高就可以 然后再来看握杆 握杆的话 正常的动作是这样 先用虎口贴住球杆 然后其他手指呢 缓握 包住球杆就可以 握杆的时候呢 这个力度啊 必须记住 不要太用力 就轻轻贴住 杆呢 能在手上滑动 那个状态就可以 但是不要有缝 就杆和手之间 不要有缝隙 不要像这样 好 尽量贴住球杆 然后握杆的位置呢 就是当我们趴下之后 这个小臂 要垂直地面 当然了前提条件 是我们在晕杆的时候呢 杆头要尽量靠近白球 也就是在杆头靠近白球的时候 我们的小臂要垂直地面 杆头尽量靠近白球的位置 这个时候小臂是地面 没错 这个就是你的握杆位置 当然这个 它有很多前提条件 首先手架 距离白球有一定的距离 大概是一闸 20公分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确定 后手握杆的位置 然后再来看站位 站位的话我们要先确定右脚的位置 先把球杆摆好 然后右脚站在球杆的正下方 右脚站好之后 迈左腿 左腿的往左前方 迈一个肩宽的距离 左脚可以比右脚多半个脚位 这种站位呢 是斯诺克的平行站位 大部分斯诺克选手 都会采用这种站位方法 然后站好之后呢 左脚弯曲 右脚直立 慢慢趴下 最后一环节是俯身 这个是很多新手啊 做不好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两个脚站好之后 身子要慢慢往前趴下 趴下之后呢 要做到像我这样 球杆大臂下巴 完全是在一条直线上 很多新手呢 做不到这一点 很多这个肩膀啊 会在这个球杆的外侧 所以我们要 把这个俯身动作做好的话啊 要先跟着我做一个动作 就是在两个腿站好之后 两个肩膀先前后转过来 转好之后保持肩膀不动 然后再慢慢往前趴下 保持这个左边肩膀往前 右边肩膀往后 感觉是有个侧身的动作 这种感觉 对 然后慢慢趴下 下巴 对对对 然后下巴贴出球杆 这时候肘的位置呢 要跟球杆在一条直线上 左手稍微弯曲一点点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啊 趴下之后 我们的这个大臂 球杆下巴在一条直线 先转肩 转肩之后了 左边肩膀尽量往前 右边肩膀尽量往后 前后打开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这个球杆 跟大臂在一条直线上 趴下之前先转肩 对趴下 下巴贴出球杆 然后这个肘稍微往外一点 我看还有人手架是这么大的 这是应该怎么放的呢 嗯 你问的这手架 我们在下节课里面 会重点来讲 里面有很多种手架技巧 这节课呢 我只是简单给你讲一讲 这个基本的动作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从下节课开始 把每一个环节 都重点去讲解 抬高啊 对的吗 对 那我打个这些 漂亮 对的 挺好 嗯 可以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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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I know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